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这对夫妇再也不能坐国大航空的飞机 事儿就这么个事儿 三两宇就能说明白了 就关键我看底下那些评论 就好多人哪 我都不知道 是你们真坐过飞机还是怎么着 就说在国外 外国人如果把这个飞机靠跟 往后挑一下 会回头跟后面上了一下 哎呀 我这个也没坐多少次飞机啊 反正这二十来年就差不多 每年也得坐个四五趟 我怎么就没遇见过这种事儿呢 人一想往后靠就往后靠 除非你起降落的时间 吃饭的时间 或者是后面有人 就要处起的时候 你给放回来 平常的时候 就你愿意放下去 放下去 因为后面的也可以放下去 这很正常 飞机既然有这个设计 就肯定有这个道理 要不然那设计热了嘛 对吧 我跟您说 我自己一件事儿啊 那还十多年前了 我还四十来岁了 就有一次我坐飞机 从这个温哥华回国 差不多一个情况 也是我困了嘛 我叫什么 把椅背放下 我好睡会儿觉 结果干了 放下没一会儿 后面有人就派我 我回头一看呢 这个后面的大哥 跟我那岁数差不多 也四十来岁啊 看这意思应该 比我稍微大一点 也剃个小茅村 然后穿个波罗扇 那领子还立着啊 就我特别讨厌 那个穿波罗扇 那个领子还立起来 就我总结这把人 就撞了 这那领子立起来舒服 在波罗这儿蹭来蹭去的 就你立起来 它那目的在哪 咱也不知道啊 然后我回头就问他 我干嘛呀 打个哪边老啊 搞我本认证 他说你能把那个椅子 瘦会心 我说为妈呀 他说你这样我不舒服 我也挺结果呢 我妈 我扭头连理都没理 我不能 然后他在后面 就可能是愣了一下 我也没看见 可能愣了一下 然后他就开始嘟嘟 这人真是好事好道 就把那边嘟嘟 然后他老不说 你别理他别理他 找空间找空间 过一会儿空间来 空间来就问 这怎么回事 他就跟那空间说 然后那空间就问我 不好意思先生 这个你能把那椅子被 就是稍微往回挪挪吗 我说不能 我说我这样舒服 那空间听我这么一说呢 他说都出门在外的 就互相那个妈体谅一下 我说不能 我说我现在睡觉 我这样躺着舒服 然后那空间就跟那哥们说 他不好意思先生 他不愿意 那哥们说他不愿意 你们就不管了 那空间说我们只能圈 但是呢 就如果是起降落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就他这么 要是这么逮着 我还能让他 把椅子被调正了 就他现在这个 就我没法命令他 把椅子被调正了 就只能你们互相商量 如果他不愿意呢 我也没办法 那客人一听了 还挺生气 哦 那如果这么说 我也可以把椅子被调后了 然后那空间说 当然你可以了 行我也调后 然后他就爬 完了调后了 我也没理他 这一道我也没搭理他 我给你们举那例子 什么意思呢 也不是说我做的对 人家做的就不对啊 就是没有这条规定 就是我把椅子被往后放一下 我还得跟后面商量商量 可不可以 我想放就放 管着吗 调后面商量商量 武器 可不可以 也查到了